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龄小一些的球友对许少发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许少发牌无缝平堂球,这款新堂球耐打,弹性好,在业余球友中使用频率是最高的 当时几十多岁的许少发与朋友开发,无缝球遇到很多困难,资金严重不足 在事业将要面临失败的时候,许少发毅然将北京东城区的房子卖了,投入到无缝球的研发当中 现在许少发牌无缝平堂球,生产,销售已经走上正轨实现引力 盈利能不能抵上卖掉北京房产的价值就不得而知了 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原来卖掉的房子,不可能用原来的价格买回来了 许少发为人正直,扩大和善良 对中国乒乓球,进入了全部的心事和感情 无论做运动国,教练员还是商人他都是非常成功的 可以说近五十年许少发对中国乒乓球乃至世界乒乓球运动的贡献和影响力无人能及 不一定是绝后但一定是空前的 许少发对乒乓球的主要贡献 一,许少发是第一个在国际比赛,使用高抛发球的选手 从此高抛发球封你全世界 从瓦尔德内尔至今则珠,发球高手人人都会 二,许少发严创了快带胡圈球技术 解决了近台处理胡圈球的难题 现在快,带胡圈球技术仍然是自由效应对胡圈球的方法之一 三,许少发培养朱江家梁 现在各奖一批世界冠军和奥运会冠军 1987年许少发特批刘国梁 孔令辉,冯哲等一批十二 三岁小选手进入国家青年队 被中国乒乓球走出低谷 创造辉煌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许少发会演识英雄 发现了蔡振华的领导才能 许少发将在意大利执教的蔡振华选回国内执教 打下了国平常胜不善良好局面 五,许少发率先提出了直排恒打技术新观念 1988年面对欧洲横拍两面 打中国直排快攻一边的困境 时任国家队总教练的许少发与国家齐韦科研所研究员 吴幻全联明发表了实验直排反手被面攻的倡议 挑选了刘国梁登几位小将 挑战开始了这场试验 先是将家良在比赛中首次使用该技术 而后由国良在世界大赛中使用并取得佳计 现在直排恒打技术已经成为直排的基本技术之一 六,许少是第一个把体育引入市场化的人 1996年朱许少发与中央电视台体育部主任马国利 联手创办了CCTV杯中国乒乓球类台赛 这一赛是成为中国乒乓球市场化、职业化的标志 后来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拼超联赛 现在73岁的许少发依然活跃在乒乓球基层一线 经常受邀给地方队俱乐部、教练员和年轻选手做教学指导 助区老身体健康 继续为中国乒乓球事业做出贡献 谢谢大家